几天前,前湖人传奇奥尼尔,趁,科比将复出和詹姆斯一起打球,这一发了外界的诸都猜想。 今天,科比妻子,罗妮莎,特地在社交媒上发文,对这一传闻进行了澄清,怕趁科比不会复出,他们一家人很享受在一起的时光,科比是湖人传奇巨星,紫禁军团今年夏天签下了詹姆斯,最近前湖人求人,签了普朗队友奥尼尔推国助澜,还告诉八卦网站TMV的记者,科比会回来的。 一时间,科比复出的传言似奇,她的妻子罗妮莎不得不在社交媒体上澄清了最近有关她丈夫将重返NBA的猜测,科比不会再退役后再次上场比赛,她不想再打球了,坦白的说,我们真的很享受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,而不是被疯狂的比赛计划干扰到生育,假期和一些特别活动,无论奥尼尔是否有内幕消息, 或者她只是想看到詹姆斯和科比在同一支球队,或者只是开个玩笑,这条消息都成为了头条新闻。 但在胡人球迷新闻激动之前,罗妮莎很快就站出来结束了流言蜚语。 科比今年39岁,她在2016年选择退役,结束了其20个赛季的胡人生涯。 自从她退役后,洛杉矶胡人这两个赛季,只赢了61场比赛。 然而,随着詹姆斯的加入,胡人已经重新具备征冠实力。